I got a girl on my side but no reason Can I explain to you? 近日德州Frisco警方 誤將客人家庭視為偷車賊 調查過程中持槍警告 導致無辜的一家人陷入恐慌 事件發生於7月23日 駕車的女司機、她的丈夫和兩個小朋友 正在前往一個青少年籃球比賽 警方隨身攝像頭拍攝了全過程 警方誤將阿肯式州的車牌 形成亞利桑那州的車牌 因無法識別車牌號 而懷疑該車是避到車輛 在將車輛截停後 一名警官手持槍支 命令駕駛員下車並舉起雙手 向後走向警方 車內還有駕駛員的丈夫 她們的兒子和一個侄子都被要求舉起雙手 當駕駛員告知警方車內有槍時 緊張程度進一步升級 僵持約7分多鐘後 警方意識到了誤會 收起槍支並向這家人道歉 Frisco警局局長後來 亦在聲明中承認了這一錯誤 並表示會從中學習 天后韋式記者編輯報導